最近Laser参加风马秀引发不小风波 风马秀也成为了Acer职业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 不仅是外界对于Acer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Laser自己也似乎跟以前叛肉两人 不仅妆容越来越偏向欧美 甚至自身的行为也越来越放纵 有点彻底放开的意思 早年Acer刚出道时 曾凭借甜美的像公主般的颜值走红网络 还曾被誉为是人间芭比 走的也是小清新的风格 正是因为这种形象根深蒂固 这几年Acer的不少粉丝频频状告其经纪公司 认为经纪公司强迫Blackpink成员穿着暴露的衣服出演 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而粉丝之所以如此 除了Acer早年的形象十分清纯外 Acer也曾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比较保守 母亲甚至都不让自己穿比基尼 也正因此 Acer每次演唱会穿着清凉时 都会有粉丝站出来维护 甚至觉得Acer在公司的压迫下非常可怜 不过在风马秀演出结束后 Acer似乎也是彻底放开了自我 跟早前的清纯的东亚形象彻底分割 不仅妆容越来越浮夸 最关键的是从出道就设计的铁刘海造型 直接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中分 妆容十分偏向东南亚和欧美装扮 似乎是已经准备好了拖亚入欧 不仅如此 近日Lisa晒照也是毫不顾忌自己当初的言论 穿着清凉的比基尼跟母亲一起在游船上拍照合影 而Lisa的母亲也是身着身微的黑色连衣裙 下身的材质十分透明 完全不想早前说的是十分保守的人 而且在风马秀表演时 其母亲还说过以为Lisa的演出会更性感的话语 看样子对Lisa的表演是非常支持的 而且如今的Lisa穿衣风格也更加的随性 似乎身边已经没有了韩瑜的设计师和化妆团队 五颜六色的后背带拉链包囤连体衣搭配天蓝色与肤帽 显得有些冲突 在风马秀后 Lisa似乎也越来越喜欢展现自己的身材 这张照片就被不少网友调侃Lisa要做东方的卡带衫 而比Lisa自己筛照更令网友震惊的 还是最近网友偶遇中的Lisa 对比以前的Lisa 如今虽然有时候也会有刘海 但颜值下滑得十分明显 而且整体风格跟东亚的形象也完全不同 更像是欧美艺人不修蝙蝠的随性 如今的Lisa似乎没有了什么偶像包袱 一件简单的卫衣 阿佩看上去有些油油的发质和一双大矿眼镜 Lisa这状态完全看不出是曾经颜值傲人的女星 甚至可以说放在国内都进不去娱乐圈的水平 而且在照片中 Lisa的嘴唇上面也像是长了胡子一样 肤色比旁边都要深一些 而如今的Lisa似乎也毫不顾忌自己颜值如何 甚至感觉都没有花心思好好打扮 在之前跟路人合照时 Lisa东南亚人的偏黑色肤质暴露无疑 再加上一条黑色死亡 整个就感觉是时尚灾难 而另一张照片中 Lisa的肤色甚至看着要比旁边人都黑上几度 脸上更是泛起油光 这样的对比下 不少网友纷纷感叹韩国的化妆术真的是名不虚传 没有了韩式滤镜的加持 Lisa的颜值似乎直接跑飞了 宽大的得头直接暴露了颜值缺陷 外界关于颜值的评论 Lisa和其团队不可能接收不到 而颜值话题发散这么多天下来 Lisa依旧还是如此我行我素 除了让人猜测 Lisa可能马上签约了美国经纪公司就不在意亚洲市场外 也让一些人怀疑Lisa此举是不是为了早日适应欧美的审美风格 而如今很多人也看出来了 Lisa之前的韩式滤镜真的帮她提升了很多颜值 出道前浓浓的太风装扮其实也并不出彩 在不少人看来 如今的Lisa是在丢弃那些此前因为颜值喜欢上她的粉丝 和因为她甜美可人的人设追随她的观众 在封马秀之后 Lisa的转变看上去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此前的少女感消失了 进而多了些土土的感觉 当然就如一些粉丝说的 Lisa可能根本就不在意外界大众的看法 毕竟她已经选好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不知道你们还会陪着她走下去吗